OK QQ对它会有影响 谁能想到 看这个 刚两句 介绍 加州大学伯克利签计计划 一个海员项目是一个监控转件 对吧 那么它是对集群的数据资源汇总之后进行监控 对吧 刚俩是将集群的汇总 有时通过这个它也可以看 也可以监控 但是看不到整体的负载问题 对吧 但是通过刚俩可以看到 那么被监控的主机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软件 它看这个 刚俩 它需要几个进程 那你想你监控的一些是不是都是节点 对吧 那么在那个节点之上 需要安装一个软件 收集这个本节点的资源 占用情况 对吧 那么它所安装的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G-Mount G-Mount 对吧 所以假如我想监控整个集群 那么有这么多节点 我首先要在这些节点主机 去安装什么 G-Mount 那么还得有一个节点 它是一个Web程序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SSM一样 我得通过一个Web的程序客户端 我去监控整个集群的可视化内容 所以我还得监装一个 加装一个G-Web 对吧 还有一个是G-Mount 那么G-Mount 大家看一下 整个集群上这些个安装的进程 他们都向谁发消息 他们都向这个发消息 而我的G-Web程序 它从哪 它从这里面提取数据 展现在网页上 而我们想访问谁 我们要想看集群的资源占用情况 就看谁就可以了 看Web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装 要做什么东西 要安装G-Mount 在哪些机器上安装 可以说 应该在所有机器上去安装G-Mount 能理解吗 对吧 所以G-Mount的 它的一个工作机制 它是一个监控软件 它的好处可以什么 它不解 能够监控 单个进程 主机 单个主机的资源情况 还可以 对什么 对集群 整个的资源 整个 资源 进行什么 进行处理 统计 对吧 所以它的监控更加 完整 那么刚才 它需要几个进程呢 有G-Mount 还有什么 还有G-Meter-D 还有G-Web 那么G-Mount是这样 在每个节点 每个节点 对吧 没错 它是收集什么 收集资源信息的 资源数据 那么G-Meter-D呢 G-Meter-D 它是什么 它是接收 对吧 它接收每个节点 发送的什么 资源数据的 Web是一个什么 Web UI 对吧 就是一个展 表现者 它是展示数据的 一个Web程序 它和谁同学呢 它和G-Web 和G-Meter-D 同学 对吧 咱们现在有同学 一起办 它现在毕业之后 它就做钢梁 就做这个可视化 监控 就做监控 它也没有别的 这个大数据 需求和应用 它做的是监控 这光丁的也去了 但它需要编程 也需要编程 它有很多东西 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怎么用 第一 安装G-Meter-D 叫钢梁G-Meter-D 对吧 用YAM去安装 就可以了 我们用YAM 安装就有个好处 就是解决了很多依赖 对吧 来吧 安装过程 第一 安装G-Meter-D 那么 在哪些机器上安装呢 首先 钢梁G-Meter-D 对吧 所有节点 都安装 也不能叫所有节点 只是说 我想收集哪些节点资源 对吧 我要去安装 那么你要通过YAM安装 那就它了 对吧 速度 YAM Install 就直接什么 直接-Y就可以了 钢梁 是横线 G-Meter-D 我们来装装看 我想在所有的节点上都装 插口一下 是吧 这可以吗 这样 那就是速度 那就是速度 切到 ROOT上 是吧 然后什么 YAM Install 我可以-Y一下 对吧 就不要问了 我就是安装 钢梁 -G Mount X 靠 加 它 因为我这个ROOT并没有配SSH是吧 是不是在加载插件呢 对吧 加载插件这个镜像 我们应该在一台机上线装完之后再演示 我先跑2.2去跑一下 跑一下 速度 YAM 那它需要下载了 这是不是在安呢 对吧 在安装 它有多大 这好像没在安装 这在更新啊 我们是在安装这个G-Mount 在所有的节点上都安装 还有一个是安装什么 钢梁G-Meter-D Meter-D是吧 G-Meter-D 在哪个机上去安装它呢 所以第二个 G-Meter-D 钢梁-G-Meter-D Meter什么意思 原数据嘛 对不对 所以RS201 我们装这台机器 那么就是样 G-Meter-D 它也装个G-Web 对吧 钢梁-G-Web 也是在谁上装 也是在谁上装 201 那它就是G-Web 好的 G-Meter-D 安装 安装 还得装个H-TTP-D 还有P-ZP 所以装Web的话 还得先装E-Line 装E-Line的话 是多少呢 H-TTP-D 是阿巴奇的Web服器 P-ZP的话 就是用P-ZP开发的Web程序 哪里吧 钢梁是用P-ZP开发的Web程序 开发完以后 那么检查 阶层扩展 这里不用检查了 这个超市的 然后再去下载谁 下载这个D-Web 好 所以钢梁 它这个话 201上去安装 那么A A 它是先安装什么 安装E-Line 这俩是安装E-Line B 下载谁 它那个包不是YAMU安装的 它是直接下载的 下载G-Web 外包 下载程序 那么 它是踏 踏着鸡堆吧 对吧 那么这个 它的文件叫什么样 所以 W-G-D W-G-D 就是 下载程序 对吧 下载 C 踏开 然后编译嘛 对吧 踏开 并编译 那是 编译的话 之前要修改 Mickfire文件 那对吧 要修改这文件 所以踏开 踏开文件 D 修改 Mickfire文件 编译文件 Mickfire文件在哪里呢 就在你这个 踏开的目录下 它有个Mickfire文件 那么你这个值 对吧 ETC H-TTPD 这不是我们安装的 那个 Apache的web服务器吗 它的配置文件吗 对吧 那么 在这个Mickfire文件 当中 它有个属性 叫做 G-DESTAR 就是目标目录 对吧 这个目标目录 它放哪 那么这个要组定 这个值啊 对吧 这个值 它就是在这个文件中的内容 刚才的话呢 我已经装完了 这是不是装过了 对吧 这二人二吧 对吧 二零一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软件包 叫做G-Mont 有没有 有吧 所以二零一和二零二 我装完了 刚才我装在二零二 二零一是我在 在这个私下 自己装的 那么装完以后 还要装什么 还要装个G-Web 是吧 G-Mack-D 那么G-Mack-D 看一下 我是不是也装了 对吧 你安装的方式 就是这个 G-Mack-D 那么这个踏包 有没有呢 踏包也有了 我们看一下 踏到哪去了 回到加目录 家是谁的家 有没有刚达Web 是吧 我已经下载到 这个踏边 对吧 踏开以后 什么叫这个目录 对不对 然后你CD 进到这个 刚达的目录去 有没有一个文件 是Mack-File Mack-File 这个吧 没错 那么你就去改 这个Mack-File 在Mack-File里面 看不看到这个 G-Dex-DL 对吧 那么这个G-Dex-DL 它写成多少 它写多少 所以 我们说 G-Dex-DL 它等于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是哪来的 这个值是在 ETC目录下 配的Document 这个值 这个值是谁啊 Apaq的H-TTPD Mack-File 它的配准件 那么说 也装好Dline了 所以 H-TTPD 有没有 有吧 PHP 3 也有的 那么进到哪 进到ETC目录下 再进到哪 Apaq 啊 H-TTPD Conf 是吧 Conf 有没有一个 H-TTPD Conf 对吧 Cat一下 回头 哪个是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个root 应该有个叫什么呢 应该有个叫做 Document root的 属性嘛 Ctrl-W 是不是搜索 Document root 哦 Nano 我得去Nano Ctrl-W Document root 是不是这个 对吧 所以你把这个值啊 WAR 3W H-T Nano 考出来以后 就给它 附到这个属性上去 对吧 makefile 它的值 在这 还有一个属性 是Apaq User吧 对吧 Apaq User 也是makefile 中的一个属性 看一下 makefile 我应该把它都开开了 咱们回到家里去 在家里边说有钢梁 对吧 在钢梁里边看一下什么 Nano makefile 看着 Ap User 是不是这样 对吧 那么这个Apaq User 写多少呢 它写Apaq 这个值是 也是取决于谁 也是来源于 这个HTTB中的Apaq 属性 那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 有没有一个Apaq的属性呢 有吧 Apaq用户的Apaq属性 这呢 所以你只要把它取出来 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DES的DNR 还有这两属性 直接配过来就可以了 再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makefile吧 对吧 makefile的Apaq用户呢 就是Apaq 然后那个呢 就是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对吧 就这个地址 行了 退出 那么这个文件我配完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 编译 对吧 你要编译 这个 编译安装嘛 所以你还要去什么 你要去makefile 那make instar 这有错误吧 这什么东西 全线不够了 那速度吧 不是makefile 是make了吗 instar 这是ok了吗 ok了吗 对吧 行了 那么在编译完之后 接下来就启动服务器了 对吧 启动服务器和查看状态 启动服务的话 看到httpdstart没有 这起的是apache的web服务器吧 你还要起谁 是不是gmeasuredstart 对吧 所以 httpdstart 这设备是吧 所以 接下来 修改makefile文件 我们先不管它 第一 启动什么 启动服务 启动服务的话 那么对于web程序 要启动谁呢 201上 看好了 因为我们在201上 装谁呢 装的是web程序吧 所以 道德服 速度 service httpdstart 那里吧 是不是 service httpstart吗 再起谁 再起gmeasured吧 对吧 gmeasuredstart 再起一个gmunt就行 所以gmeasured 还有gmunt 那说明我这三个 在201上都要起的 是吧 202 我是不是也装了一个 gmunt 那我就直起谁 我就直起它的资源 收集成绩可以了吧 对吧 我们看怎么起来 速度 ok了 ok以后 那么打开浏览器 这个就不需要都起web程序了 是吧 只有一个起就行了 好 那么咱们打开浏览器 哪个地址 S201属在 是8080 是四个八 好像是 不是四个八 四个八成HUE 是80吧 我看一下是80 他是不是出这错误了 他说这个收集纲价数据 他他他 权限不够吧 对吧 这个权限不够在这儿呢 安装级纲价web 会出现全线问题 要关闭 这个是 令人是全线增强 速度 sat in force 0 就可以了 所以在2011 还得干什么 速度 sat in force 0 再去刷 出来了 对吧 看到这个节点没有 201 202 那么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内存 内存呢 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进程吧 对吧 这边load吗 process吗 去进程吗 这多少 这是CPU什么 这是CPU的使用 那么这是CPU的空闲 nice 什么system 系统进程是吧 还有wio 就他更加什么 更加详尽了 非常多 那么还有很多什么 很多其他的这个页面 这是做监控用的 对吧 OK 把这个发给大家 把你们的钢链装上 做监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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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